我们看一下她的情感经历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婚姻 失败于我结婚后的第七年 她是我的同学 我们当时在上学时候相识 后期毕业以后 我们结婚七年以后 由于性格方面不和 分开了 第二段是在我分开以后的 十年左右吧 又认识第二个丈夫 她是工人 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认识了 我们认识两年之后 结婚等着记 本以为我迎来了 新的生活方面的转折点 但没想到天意弄人 最终我俩的婚姻 只能维持两年 宣告结束 她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能喝酒 这也是造成我们婚姻不幸的主要因素 我害怕了 我想在爱的选择里找一个不和大酒的男士 作为伴侣 性格好一些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到这个年龄 没体验到真正的爱 我希望找到真正爱我的那个 另一半 牵手 共度一生 男嘉宾 你是那个他吗 那两段感情都遇到了对方是酗酒家暴 对 全是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是咱们怎么着 咱们看人看不准吗 还是说处着处着 是怎么你给他灌成这样呢 丑着我挺大的 但是我实际上我挺柔弱的 就是有些啥事都就是往心里放 就不想说出来那种感觉 老允许对方老允许的话 那就完了呗 我一次我就 我不能原谅对 我不能害怕 一次打一次就完事 不能原谅 不能原谅 她原来跟我出的战的时候 不那么喝酒 后期她的工作 出门三天以后再回来 这样是 回来的时候装得可像了 回来就家里喝两瓶啤酒 就完事了 后期结婚等级以后就不是这样了 两瓶变几瓶了 一箱吧 就你俩在那做吃饭 她自己能喝一箱 她自己喝一箱 才箱喝 一顿喝一箱 一顿没完没了 这顿喝完了吧 外边如果说里面来电话了 说又要喝酒 她喝酒 马上就走 又去喝去了 喝大酒的人 酒后她指定能够 对 她不要真熟 她喝完酒了 她五米三道里 她喝到她之本能做出杂的 对对对 髮门门门儿没闪了 没闪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姐姐说到这里眼泪真的 对啊 相同的事情 就我们所说的被一块石头绊挠两次 咱们男嘉宾也是一样 咱们姐姐也是一样 真的是特别不幸的一个人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犯同样的两次错误 有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某种特质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是什么人 有可能你的某些弱点 对方可以趁虚而入的话 他就会钻到你的这个空子里面 可能两种情况都有 另外一个 很多时候就是挽救对方的心 拯救对方的心 往往对于女性来说是特别多见的 对 但是没有效果 对 没有效果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挽救 是变相的对她的纵容 所以对对方感情当中 一定要有要求 拯救不了她 管理她有可能 你现在会不会要求列出来 你必须不能怎么样 会 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喝酒的 不要喝酒的 对 这个伤害太大了 在南家边你喝不 会喝酒 但是我喝酒比较轻 比较轻 就是有场的时候能多喝一点 那你的那里也能看不上 好 谢谢你